在娱乐圈,无论演员曾经有多么的红,终究是抵不过岁月,而在历史的长河中,能够留下来的只有经典,所谓的经典,不同的观众都有不同的观点。 但是参演这部戏的演员们一定是实力派,才能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,比如当年红透半边天的雍正王朝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演员们用自己精湛的演技,让这部电视剧经久不衰,唐国强也因这部戏,一跃成为实力派演员代表。 除此之外,其他的配角也迎来事业的高峰,不知道大家对八大一哥和十三阿哥还有没有印象? 八大一哥是康熙喜爱,十七岁即被封为贝勒,是当时封军皇子中最年轻者,康熙曾命其管理广山户,重建东月庙,处理内幕佛总管门等,一位太子是被朝中重臣宝举为皇太子,其扮演者是王慧川, 王慧川1962年出生于青岛,具有北方男孩的魁梧身材,在中学时期就因为长的英俊被选入校宣传队,开始展现其表演才华,高中毕业之后,前往山东艺术学院继续深造,后来成为青岛话剧乐演员,正式在话剧舞台的磨变,使得王慧川练就了一身才艺,为后来的演艺生涯打下了基础, 有些演员天生就是为拍戏而生的,王慧川就是这一类演员,90年代初期,王慧川一开始拍戏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,1990年参演孔子并主演孔秋,当时为了拍好这个角色, 他闭关研究史料书籍《半年之久》,足以见他对角色的重视,最终征服了观众,不过让他真正走红的是1997年,主演红极一时的永正王朝,在剧中饰演八贤王, 他完美的把八言那风流替堂,把人温和由理且晕愁为,颇负心机的性格演绎的淋漓尽致,正因为神思的表演,点定了他王阎专业户的形象,像王慧川这样的老喜鼓,或许他并没有大红大紫,但却为观众带来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, 在李卫当关中塑造的八言,曾让观众津津乐道,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,还有在《乔家大院》中饰演的胡云福, 在《珍观长歌》中饰演《精通精史》,有智慧谋略的陈文文,以及在《闯关东》中塑造的小人物张金贵德, 可以说在王慧川的眼里,无论什么样的角色,他都用心去对待,大到难以好,小到只是一个群众演员, 他都能够把人物特点完美的展现出来,这些年王慧川更是证明着自己宝刀不老,在许多热播剧中都有他的身影, 将观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《五昧梁传奇》中饰演《宰相长孙无忌》,与发彬彬的标系堪称经典, 指手头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,而在其他小人物方面,不管是勇敢的心中的江湖大老龙爷, 明明决战中宋弘领的父亲还是青岛往事中的朴星,王慧川都展现了自己对于艺术的热爱, 拍青岛往事时期气场,让皇国非常的佩服, 如今王慧川随着年龄的增大,已经减少了拍戏, 但是他带来的经典让观众记忆犹新,像他这样的老喜故,早已经看大了功名利路, 他把拍戏当成了艺术,一生的喜好,而在拍戏之外,王慧川非常的低调,家庭生活也很保密,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家庭,毕竟为了春实在太复杂了, 在演艺圈几十年,王慧川一直有健身的喜好,因此年过50的他看起来仍然很健壮, 作为观众,希望未来王慧川,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 十三哀歌与庸亲王应征关系最积密,应征几位, 风味和朔一亲王,又除了以征大臣,处理重要政务, 因其对庸正朝的志祭助力甚大,随得是希望替的时刻, 为铁帽子王,其扮演者是王辉,王辉出生在60年代, 小时候并不是热衷于表演,而是喜欢运动,曾是一名体育生, 不过就在人们以为他会在体育的道路上过关斩教时, 他在18岁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,1985年考入人民艺术剧院学员班, 两年之后成功被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录取, 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,说起王辉,相信很多观众都不认识, 他也算是一个被观众忽略的演技派, 大学毕业之后,王辉并没有获得拍戏的机会, 只能在话剧的舞台锻炼自己, 一直到1994年,才获得机会在京都济世, 李适也一位心思缜密的律师陈嘉明, 不过未能获得观众的关注, 之后不管是反弹局长,你的秦芳祥, 长河入派里的段助成, 还是在迪厚物工队,李饰演的新家大少爷心不明, 王辉都展现了自己不俗的演技, 但因为配角的原因, 是的他没能走红, 但古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,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之后, 王辉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高光时刻, 那就是1997年参演火爆迎平的用政王朝, 在剧中饰演十三爷, 他把爱心觉罗印象内重情重义, 敢作敢为, 的性格很好地展示给观众, 获得了观众的一句好评, 王辉也在34岁的时候火了一把, 走红之后王辉趁热打铁, 再次在里外当关里扮演了十三爷, 深得观众的喜爱, 还有在邓超主演的少年片子里, 扮演了温文尔染的安静王月乐, 这些角色让王辉演艺事业达到了顶峰, 不过, 那观众可惜的是, 在之后王辉觉得没有什么好的作品, 虽然一直活跃在演艺圈, 带来的作品也不少, 但能够被观众记住的并不多, 不管是《铁血男儿下明汉》中的赵腾起, 于成龙中的《康星王》, 还是《特种兵之深入敌后》中的客串, 都没能让他再次走红, 人气也大不如前, 并不是说他演技不行了, 相反的他在每一部戏, 总都展现出老戏骨的风范, 可能因为接的戏都不是热播剧, 且为人很低调, 出道这么多年没有绯闻和炒作, 因此渐渐被观众遗忘, 王辉春和王辉同演, 雍正王朝一炮而红, 如今王辉春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, 与众多大排名, 新搭档, 红成了一线, 而王辉演技并不输给王辉春, 却总缺少点运气, 或者把温不火, 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, 不过王辉并没有因此而埋怨, 在他眼里只要保持着对艺术的一颗初心, 终会得到观众的认可, 他是典型对演技大于名气的演员, 将这样的演员很值得如今的年轻演员学习, 希望未来能够看到王辉更多精彩的作品, 祝我疑法人们资围体带, 找 SPEBE围体带的作品, 会此用忽不是包担ask给你看呢? 我们能够看到王辉春林的水晨来放下, 反正好的条 gefunden, 优优论习于花优的炭幼体带, 他原则伊尼玉科姿也可以做下第ец哦,